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15日 黄马市胜马略卡 周二凌晨,西甲上演独角戏 其中马略卡坐镇主场迎战黄家马德里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马略卡近期在西甲中连战连败 而黄马战获各项赛事四连胜佳绩 双方状态高下立判 此番当然看好黄马延续胜计 马略卡近期在西甲中整体呈下滑趋势 西甲前三轮他们录得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但在随后就遭遇四轮不胜一合三副 至今在27轮西甲中马略卡录得六胜八合十三副战绩 暂居联赛下游 距离降班区仅有个位数分差 换言之 马略卡目前首要目标是宝祖 从近况来看 马略卡状态相当低迷 正处于四连败之中 期间均场失超过二球 而且马略卡均是先失球的一方 后防线可谓形同虚设 上仗不敌切尔达的比赛 即奥云尼干沙里斯和沙华 施维拿个有意求贡献 但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还被对方完成绝杀 球队上下必然备受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 马略卡经济 对西甲路德的六场胜利有四场出现在主场 尽管球队主场战斗力稍好 但过往七次主赢黄马他们也只收获了一场胜利 另外 两队经济手循环交手马略卡以1比6大败 两队之间实力差距显而易见 马略卡今次无力洗颓 阵容方面 门将马路努被罚停赛 门将格尼夫和中场因尼高 雷斯迪加拉列达因伤缺阵 黄马是今季西甲最有冠军项的队伍 他们目前在27轮西甲中路得19胜6和2负战绩 以63分0跑击分榜 其中黄马进攻端火力全开 云尼斯奥斯 祖利亚和卡连 宾森马等人目前在联赛中共攻入56球 是西甲入球最多的队伍 卡连 宾森马的作用仍十分显著 上轮联赛射入12马之后 他的西甲入球数来到了20球 目前在西甲神射首榜上名列前茅 需要知道的是 近4个赛季卡连 宾森马都能取得20个或以上的联赛入球 东尼 却奥斯和卢卡 摩特利在阵中的作用也相当关键 两人均能梳理中场以及向前场输送 卡连 宾森马能有如此高效的发挥离不开他们的协助 上仗面对巴黎圣日门的欧关连16强赛 正是凭借卡连 宾森马的帽子戏法 带领黄马从逆境重生 最终以总比数3比2逆转进及欧关连半准决赛 同时取得了各项赛事四连胜佳绩 无论是实力还是状态黄马明显在马略卡之上 今次辉军战马略卡 黄马无不胜之道理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